新元华美108年上任之后 倡议花莲县政府要推动共荣公园 日前也会投了县府农业处前往视察 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针对几项缺失进行讨论 期望公园规划可以更涵盖儿童 身上者、轮椅、老人等不同族群的需求 花莲县府农业处争取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在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打造不同主题特色的共荣室游戏场 为了符合共荣公园精神 改善园区无障碍设施及景观营造 工程已于去年12月竣工 13日下午现议员杨花美 会同农业处农村景观科前往视察 针对几项缺失给予建议 议员从说明会的时候 我们在筹备的时候就非常的关心 我们园区会有怎样的设施 来提供给小朋友玩得开心 然后在用的安心的部分 这次谢谢议员来视察的时候 我们也会 我们原本就有固定一个月会有 检修的部分 那之后我们也是会讨论 请园区 就像议员的时候我们再特别注意 那也请乡亲就是 我们上面都有贴 现重跟年龄的部分 也请大家配合 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 就是长久的使用这些邮具 让小朋友可以来这边 真的是有一个快乐的天堂乐园 那因为芝卡宣公园接下来七八月 就是旺季然后有细水的活动 那会希望就是小黑文的部分 可能也要看看怎样来结合环保局 然后一起来做一些倾销 然后让家长啊 小朋友来玩的时候能够更放心 那人力主要是人力 还是要有一定的人力来补充 然后来寻 因为这些设备 像这些设备有的都是 就是不能够大人来玩 或者是只否伸脏小朋友 那就一定要有一些工作人员 来提醒民众 然后民众看到太高兴来用 那其实就很容易坏掉 那在这边也当然呼吁 乡亲来这边玩的话 有一些设施大人不可以玩的 那我们大家就保留给孩子 让这些设施能够使用得更久 让更多的孩子来体验这样的一个 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来体验这样的一个邮局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视察 应该我觉得是来看一下 目前做了之后 花了七八千万嘛 做出来的成果 那也很谢谢大家的辛苦啦 杨花美于108年上任后 就在议会倡议花莲县府 推动共荣公园 而芝卡宣公园 主见成为游客造访花莲景点之一 建议农业处包含编列适当的人力引导 再检视无障碍空间规划等 农业处未来将规划后续改善方案 也呼吁民众 使用邮具依规定使用 除了维护孩童油漆安全 也能延长邮具寿命和品质 记得蒋方念节安商报导